虽说《庆云年2》还是熟悉的味道,但新角色新演员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鲜感。 饰演桑文的王楚然穿上古装是真的漂亮,一颦一笑尽是古典美人的韵味感,如果她的演技再能提升一些,古装市场就是她的统治区了。 先前多是出演现代剧的王小辰,在《庆云年2》中的古装造型也让人眼前一亮,不过才35岁的年纪,演绎的却是昔日花魁,今日老宝的形象, 既让人佩服她的胆色,也佩服她对角色的驾驭力。 还有王启年夫人的扮演者高露也是成功让这一角色具象化了,既有颜值,气场也很强大。 既《知否知否》里的林小娘之后,高露又演了个经典角色。 而于飞红的皇后,毛小彤的北齐大公主,也都让人很有代入感,一个强势又美艳,一个可爱又俏皮,可以说观众们喜欢的类型《庆云年2》都有。 不过,《庆云年2》并非没有败笔。 肖战换无姓剑? 审美全方位降级,虽然颜冰云是第一季中的角色,但第二季换成了无姓剑,对于观众来说也算是新人。 由于肖战如今的咖位直线提升,已经今非昔比,不可能继续再出演颜冰云这一角色了,更换演员是必然的,但没想到《庆云年2》挑来挑去,竟然审美全方位降级。 首先从颜值上来看,无姓剑较之肖战确实还差着一大截,尽管肖战是被大家称为古装神颜的男演员,想要找个颜值在肖战之上的难度不小,但也不至于选无姓剑吧。 单看长相,无姓剑就少了点辨识度,虽然鼻梁高挺,但脸部棱角感没那么分明,下颌骨的位置不够清晰,以至于脸跟脖子看着都快混为一体了,由于身材过于鲜瘦,还有种脸和脖子一样宽的感觉。 最显眼的就是她的嘴唇了,上嘴唇比下嘴唇还宽,并且外翻明显,这就导致无姓剑只要开口说话,就会让人不自觉地将注意力放到她的嘴上。 她还有习惯性说一句台词就抿嘴的小动作,更是看着就让人觉得不舒服。 形象差强人意只是一方面,最重要的是演技,看过第一季的观众都知道,颜冰云的人设十分特殊,她是南庆潜伏在北齐的间谍总头目。 颜冰云本身就是一位分析情报的高手,可以说有勇有谋,又很有手腕,肖战演出了这种高智商人设的孤傲,但无姓剑却把角色演出了一种脑袋空空的顽固子弟的即视感。 在第一季中,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范贤看到颜冰云时,她已经受酷刑一年,有过这样忍辱负重的经历,肖战把角色演出了冷漠平静的感觉,即使是被范贤解救之后,也还是保持着这种状态。 可以说,通过肖战的演绎,能够从她的表情状态中看到人物的经历,但无姓剑就像是个被保护得很好,没受过什么罪的贵公子。 而颜冰云的高冷到了无姓剑这里,也变成了刻意端着,整个人看上去十分僵硬。 俗话说得好,颜值不够,演技来凑,但像无姓剑这样,穿上古装也没有古人的味道。 演技更是平平,根本立不住人物的演员,实在是让人带入无能啊。 有颜有演技,她才是颜冰云的不二之选,如果换个演员来诠释这一角色,相信一定会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吧? 别说,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 剧作播出之前,于正和庆余年一起上了热搜,原因是于正当年差点就拍庆余年了,而当时为这部作品选的男主角是陈晓。 但看看张若云呈现的范贤,就知道她的确是这一角色的天选扮演者,更能演出人物的那种机灵俏皮,并且更有大男主的气质。 反观陈晓,虽然也在各类大剧中挑大梁,但比起张若云,明显不够贴合范贤的形象,过于端正的气质,反倒是更适合演员冰云。 第一,经验更丰富,与古装剧适配度更高,首先,从演技经验上来看,陈晓就能吊打无姓剑了。 先前无姓剑出演的作品并不多,知名度最高的就是人世间了,但陈晓不同,什么题材都尝试过,其中古装代表作更是一抓一大把。 既有与刘亦菲合作的《孟华录》,也有与毛小彤合作的《云香传》,再往前追溯,还有不少古装传奇剧和宫斗剧。 而陈晓的形象气质也与古装的适配度很高,同样是能够称得上古装神颜的男演员。 第二,形象气质贴合,演技是加分项,从严冰云和范贤的人设就能看得出来,一个是自我意识更强的,一个是意志力坚定,为庆国马首是瞻的。 而陈晓身上带着的那股全程感,恰恰是内敛稳重的,这也是他与范贤一脚并不契合的原因。 但从严冰云的经历来看,各方面的能力又不输范贤,回国之后便是三号人物,能力极为出色,尤其是在情报方面,范贤都不是他的对手。 陈晓的形象气质就很睿智,因此更为符合严冰云的设定,再加上严冰云是世家子弟,内敛俊秀,质迹卓绝,更像是为本就贵公子气质十足的陈晓量身打造的角色。 陈晓的演技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,如果换他来演,完全能够将严冰云在北齐遭受酷刑,握心尝胆,意志力超强的一面演绎到位,不至于像无性剑一样呆若目击,演不出任何的人物底色。 而严冰云内敛又不失霸气,忠肝义胆的特质,对陈晓来说也不是难题,讲真,如果换他来演庆余年二中的严冰云,效果会不会更好呢? 像庆余年这样备受瞩目的续作,新角色的选角本就应该慎之又慎,尤其是第一季就出现了的人物,第二季找不回原班人马,不得不换脚,更应该往高水准去找,而不是退而求其次。 事实证明,想省进的庆余年二并没有省下多少力气,反而因为这一败笔,让剧作口碑受到了影响,为选决的随意买单了。 你认为谁来演颜冰云最合适呢? 庆余年二,注水石垂来了。 原定30集加到36集,网友感慨,资本入侵,由张若云主演的电视剧《庆余年二一》开播就实现了收视和热度双爆,在央视突破2.0%收视最高峰,屡次创下平台播放热度新记录,这不让观众等待五年的热门续集眼见着要成为2024年第一部爆剧了。 然而,与剧集热度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庆余年二的口碑。 不知道是不是期望越高,失望越大,庆余年二目前口碑岌岌可危,肉眼可见随时会崩塌。 最为明显的表现,那就是编剧《王卷个人账号》评论区直接沦陷了,最新留言都是对庆余年二的质疑之声。 总结网友反馈,不难发现大家对于庆余年二可谓爱之身则之妾作为暴剧续集, 庆余年二本就背负了众多观众期待,结果正片一上,先不提别的,剧集整体风格莫名大变, 对比第一季,堪称全方位水平大幅度下降。 不仅角色人设突然和第一季对不上了,无厘头现代笑话越来越多, 原创剧情和原著剧情无法融合,还有众多对剧情推动毫无帮助的注水剧情。 网友的一句质问也是直击重点,其实不光是编剧,包括整个剧组,都很适合听一听这句留言, 你们能不能沉下心来啊? 相关话题的热门讨论还提到,国产剧圈有这么一个规律, 那就是如果一部剧在开播前就声势浩大被人定为剧王, 演员都默认剧集播出等爆红,那基本就完了,越等待越爆不了, 越剧王就越容易翻车。 如今《庆余年2》已然陷入了如此尴尬规律,至少在口碑方面, 很难重现第一部播出时候的盛况了。 当然,《庆余年2》肯定称不上烂剧,扑接剧, 严格说,整部剧只是不如预期而已。 至于为何会不如预期,不止一位网友提到, 一切口碑争议的背后,本质是资本入侵。 回顾《庆余年2》拍摄过程,第一季大爆之后,主演们红了, 戏约不断,导致第二季一拖再拖,这是第一重资本入侵。 在《大爆红利期》接拍更多新作品, 这正是娱乐圈资本赚钱的逻辑,好不容易第二季开拍了。 大批演员更换,友情客串,熟面孔,自己人选角考虑元素很多, 偏偏忘了角色契合度。 项目活了塞人蹭热度,这正是娱乐圈资本捧人的逻辑。 不过,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,以上都是网友个人想法,不代表一定正确。 但是《庆余年2》对比第一季大量注水仪式,还是有实锤的, 正式播出前十天,《庆余年2》拍摄规划调整情况曝光。 直接看对比。 2019年,《庆余年》第一季播出,原定备案,级数52集, 正式播出,变更为46集。 2024年,《庆余年》第二季播出,原定备案级数30集, 正式播出,变更为36集。 明明《庆余年2》比《庆余年1》少了10集, 反而感觉节奏慢了,注水感严重了。 不仅仅是因为无效剧情太多, 更是因为无效角色太多了, 从主角到配角,人人都要展示, 人人都得有戏份,人人都得安排高光, 在编剧比例有限的情况下, 很容易就出现角色同质化严重的情况。 最后,也是想说,了解资本介入并不是给编剧洗白, 编剧有自己的问题, 但是一部大报剧集续集在上线前10天, 临时增加了1分之1技术。 这锅轮得到编剧杯吗?